7月28日,大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7月27日零时至24时,大连市新增6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其中,两人为凯阳海鲜公司员工及家属 两人为凯阳海鲜公司员工及其家属的密切接触者 另外两人为大连湾街道的居民 目前,大连全市累计出动医护人员8107人 累计设置采样点2069个 截至7月27日24时,已累计完成采样296万份 动员的11家医学检验实验室满负荷开展检测工作 此外,在对已确诊病例的救治中,中医药使用率已达100% 已确诊病例,进行一人一二一测分析研探 每日调整治疗方案 依据治疗方案,科学私自,提前有效该语 缩短疾病的病程 拥用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措施 中医专家每日参加会诊 中医药使用率达到了100% 我是已从各三级医院冲掉57名医护人员,进驻是6月 是6月整体通风,工作全部完成 已具备充足的新冠肺炎患者的精神条例 在发布会上,大连市商务局局长从刻表示 目前大连市米面油蔬菜肉类供货稳定 各大超市库存成品量按当前最大日销量计算 能够保证15天以上的销售 就是各家大型的商商 按个25号最大的销售单日销售量 那么现在自身的固存都可以保证半月以上 同时呢,各大商商都收招准备的通知 要求所处大区乃至全国其他区处 公司要全力支持大连地区门店的物质 确保大连民生商品市场充足 那么另外呢,我市的米、面、油、肉 还有大量的正座储备 随时可以器重迎击重 那省商务局也将这些大连市场动用状况 调及全市场的生活物质给保证 为了方便封闭小区市民的采购需求 大连市采取了线上订购 线下集中配送的方式 广泛动员电商平台 生鲜超市和大型商超级百货零售等 14家企业进行定向服务 开展点对点的无接触购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